台湾电价四年来首度调涨 民进党当局经济部门6月27号拍板 7月起电价每度平均调涨8.4% 产业大户是这次重灾户 涨幅高达15% 有台媒指出 若不涨价 台电今年恐亏损1500亿到2000亿新台币 然而岛内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有63.8%的民众反对调涨电费 民进党错误能源政策在九合一选举前突然爆雷 究竟会对选举产生多大影响 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表示 工商界能理解调高电价的必要性 但正值夏季用电极易后复兴的关键时刻 此刻调涨恐怕将冲击工商业复兴 民进党当局应在思考 台湾33会理事长林伯峰认为 电价只调涨大户把民生用电排除在外 很明显是选举考量 让企业界很难接受 事实上 民进党当局对于电费调涨如此纠结尴尬 完全是其机关算尽 作出来的结果 据悉 台湾讨论电价涨不涨 一般是在上半年的四月 以及下半年的十月 但民进党当局为讨好选民 借政策买票 将相关决策技术性拖延到六月底 民进党当局原本打算等俄乌战事平息 国际油气煤价格回落 再宣布动涨电价 未料战事拖延 能源价格居高不下 台电公司已成亏本公司 万一资不抵债倒闭 全台湾将无电可用 民进党当局将电价成本上升的原因 指向俄乌冲突 但他们不敢说的真相是 因为其错误的 2025非核家园非核政策 导致台湾发电结构改变 放着每度电发电成本 1.5元新台币的核电不能用 却用着发电成本更高的燃气发电 太阳能光电 离岸风电 台电不亏本才怪 台湾资深媒体人赵绍康批评 民进党2025年非核政策很躁进 没有办法 本来电价不会这么紧张 如今局面都是民进党造成的 他进一步表示 台电今年可能亏 1500到2000亿新台币 这些亏损到时候还是纳税人付钱 赵绍康痛批 民进党当局能源政策彻底失败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可怕 而且这个问题以后不会停 会不断发生 向梦魇不断缠着台湾民众